肖战被官方封杀,CCTV的点名表扬没看见 黑粉,大意了 气温变化好快,有种一秒录下的感觉 宅家好多天,突然上班,上学的忙碌起来,好像还有点不适应了 气温高,肖战的热度更高 肖战连续两天转发正能量微博,数据之高让人咋舌 转发共青团成立100年的微博10个小时点赞量达278万,而且还在持续增长中 转发央视的五四青年节,奋斗正当时 点赞量达396万,小心看了一下,肖战是转发后点赞量最高的一位艺人 在传播正能量方面,肖战和他的粉丝可谓不遗余力 不知是取高喝寡,还是羡慕极度恨 在艺人们登上各类青年节晚会舞台的时候,伊泽留言悄悄散开 黑粉称,肖战被官方封杀,不允许转发各类正能量有关的内容 可惜,散发谣言的人很快就被肖战狠狠打脸 真实人红是非多 肖战发不发微博,上不上节目都得说一说 有时都搞不清楚哪些人是黑粉,哪些人是真粉丝 肖战的举动时刻都有人盯着 肖战是红,没错了 CCTV电视剧在5月3日点名了一众青年偶像,第二个就是肖战 这些被点名表扬的都是因为工作或者防疫等因素无法参与节目的艺人 传播这样的谣言 黑粉们,你们太大意了吧 工作态度不过关呀 央视的点名像不像被输或警告 好喜欢这种来自官方的打脸 黑粉大概才是肖战的真粉丝 他们对肖战的要求虽然高,但肖战也很宠他们呀 要求奢侈品代言,肖战给了三个高奢 要求杂志封面,肖战给了双封面 如今又来要求晚会是吧 等着,肖战会满足你的 肖战这样的宠黑粉,小心是嫉妒的 均不见为粉们要求的护肤品代言,手机代言,冰淇淋代言一个都不见 反而是到了黑粉这儿,肖战的航动力特别高 咋个情况 肖战,你不打算解释解释 如果把海南美食记录放出来,小心就原谅你 不放出来的话,你打算干什么?求求肖战 肖战敢干什么,自己选的偶像含着泪也要粉下去 胖是,看着肖战如此坚定的态度,能不能早点把视频放出来 看肖战吃东西,能感受到肖战的认真,对粮食的珍惜 看着肖战抿着嘴巴细嚼慢烟,吃什么都像再贫见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粉丝滤镜的原因,有时会觉得肖战剥鸡蛋都是一种享受 好喜欢看肖战那种慢条丝里的又很放松的状态 按照老一辈人的说法,吃香好的人有福气 肖战的吃香就很好,不急不慢,自然大方,细节得体,看着就有种满足感 能看出肖战是个家教很好,做事有条理的人 也有网友说,看肖战吃饭,竟然看饿了 感觉肖战吃什么都特别好吃,比吃波吃的还香 这个想法,小心也有过 即便是同一盘菜,别人碗里的食物,好像都比自己家的美味许多 你有过类似的感受吗?喜欢看肖战吃东西吗?